女子套路 各位有些发现在男拳的这个女子套路里面 选手几乎都是来自亚洲国家 那这也表示说在男派的这个套路里面 东方的女生呢是比较好发挥的 长拳呢就有比较多纬度比较高的国家 好像是俄罗斯像是加拿大的选手来练习 这个动作没有相当的远定 如果说一个成功动作落地之后呢 有一个附加支撑的话是要被扣0.2分 一个外摆水的动作 抛拳 这个弹铁腿呢做起来就比较没有杀气 有点平淡的就过去了 刚刚各位看到他后面的这三个冲前的动作呢就是公布呢有没有做得很好 这个基本功呢 这个基本功呢可怕没有练得很扎实 是 可能是难度练太多了 这个基本功反而稍微忽略了一些 好这是越南的选手武锤0 好 各位看到他做的弓马步呢就可以看到出来 好 武锤0 是南拳项目第四位出赛的选手 好 第五位出赛的选手 他的成绩呢是8.52 第四位出赛的选手 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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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